15号上午在台东县政府大厅由台东市慈徽书局发起 友谊国际公司响应 并邀请新北市中和福伦社赞助的 送英文到学校计划证书活动 全县112所国中小学受证英文学习套书 中和福伦社社长张洁泰也率领社员到场参加 台东县长黄建廷特别代表受证学校表达谢意 并赠送感谢壮及地方农特产陆野红乌龙茶 首先要欢迎各位中和福伦社的好朋友 来到美丽的台东 那么特别是这一次带着各位的爱心 来帮助我们的小朋友 那谢谢我们慈徽书局来促成这样的一件美事 我相信这个英语的这些学习的这些教材 很快的都可以在各个学校里面发挥它最大的效益 里面都有一些数位的电子的这些教材 那相信它一定可以让小朋友更乐于从事英语的学习 我们再次表达我们的最高的谢意 那我不晓得为什么说我慧前他不要 结果我现在才知道他们要我们来观光 刚才黄建廷讲到说希望大家都来观光 我才晓得说台东县的观光是做得非常非常好 还有我们这一次我们设计组委说 还有我们的Leader社有说我们要建筑给台东县 最后祝台东县的观光世界永续发展 我们一定常常会来 透过企业或社团的捐赠赞助 对全县国中小学英文教育提升之外 更能提升台东县的公益观光 东县新闻 范耀玲 萧子熙 台东市报导